前面有一個缺口,先走去地盤裝一下 可能自小都是在裝修、建築環境長大 所以好像不知為何地盤對我來說 是一種無形的吸引力,很喜歡去看一下 嘩,這塊地盤,這樣 要走過這個障礙才能進來 這些是佔據的,是Occupied Occupied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第一個教我拼音的人 小學的英文是從來不合格的 未試過合格的 一個 所謂的阿叔 阿叔阿伯,來我黃大仙的拜年 跟我一起走 在街上走走走走走 見到中華電力公司 一個G站 寫的是Substation SUB 跟著是Station 這個字 頭三個字 十 後面是Station 你可以分開 就可以讀到他的發音 就是這句說話 啟發我把這些字拆開來讀 當然有很多是笑話的 但是呢 真是效用無窮 自此之後 很多字 自己試一下 拆一下讀一下 都懂得多讀幾個英文字 及後讀中學的時候 中一 請了一個補習先生 我把六年小學的英文 中一的時候 請了一個補習先生 我把六年小學的英文 一次學回 中一英文是合格的 以前是從來不合格的 所以現在是我身邊的那些人 他英文差 我是看不起他的 因為看不起他 不是覺得他蠢 是覺得他爛 他沒有決心去學 因為他的智商是低的 沒有問題 我不會看不起他 如果你的智商是可以的 懂得去賭場賭錢的 你只不過是把你的精神 走了賭錢 打麻將 我的親戚 十幾歲 二十歲 十幾二十歲 移民去加拿大 到他死那天 我老人院去探望他 他跟那些 那些院友說 用台山廣東話 跟他說 當然是溝通不了 你也不是要跟他說英文 那些死鬼婆不懂英文的 那我心想 不是人家不懂的 是你一生把你的精力 全部放在麻將桌桌和賭場那裏 是值得很可惜的 人生苦短 為什麼不趁有生之年 學些東西呢 可能那些人都說 人生苦短 為什麼不把時間去打麻將呢 很難說 國人的價值觀不同 好了 要集中精神走出這個 這個迷陣先 所以大陸人 有些人 去了美國 就是近十多二十年 去了美國 讀過學位 跟著 又發 有些什麼偉大的發明 或者做了某大機構的CEO 我覺得他是很厲害 因為他真的付出了代價 好了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